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 签署行政命令 鼓励厂商研发更多本土产品 美国总统拜登显得满面春风 因为在他造访之际 最新经济数据锦上添花 六月核心PCE年增率为4.1% 创两年来最小增幅 第二季GDP成长2.4% 又远高于预期 代表美国经济渴望软着陆 通膨威胁也逐渐降低 美国经济看似有成 吸引全球资金靠拢 激励美元指数 从7月中旬低点缓步跌高 海空运货物承揽上市公司捷训 就明显感受到美元走强 带来的附加好处 美元强势 那相对来讲就是美国人的购买力 比较强 那这样可以强化我们台湾的出口 那当然在出口比较 这个有优势的时候 我们出口货量就相对会比较 比较多 进口台湾的一些消费品 相对来讲成本就会比较高 进来的这个货量就会比较少 美元转强 让主攻出口的货栏业者沾光 捷讯也看准美国高利率 导致当地投资变少 买地建仓的布局更为积极 美元强势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多留一些 只要没有需求量不大 我们就多留一些在美国 在美国做一些其他的投资 就如刚刚所说 我们买地 我们盖仓库 现在因为利息高 所以在美国 这种投资就相对比较少 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场去投资 相对在价格上面 就会有比较有优势 看看联准会 今年二三月 接力升息各一码 虽然带动美元指数反弹 也没冲破前高106 五月升息一码 扣关105又公败垂成 美元指数更一度在7月中旬 从103高点跳水 灌破100大关 让美元见顶的论调蔓延开来 专家认为 美元走弱是必然 但相对于其他货币 有利差优势 因此即便疲软 仍不至于重挫 一旦费的开始 释放出进入暂停 升息的一个阶段之后 那当然就会拖累 美元的一个走势 所以预期年底以前的话 美元指数恐怕会下看到 95这个价位 会不会结束升息 我认为说还是很难定夺 那因为下降的速度 在五年期 这部分的预期 是没有到达的情况之下 其实FED还是有可能 会在9月 甚至是12月的时候 再做一个升息的举措 所以现在整体美元指数的 状态来说的话 虽然说是落在100块左右 但是未来会不会 重新冲到105 我认为说还是会有机会的 但也有专家抱持相反看法 认为市场对升息的预期 并未完全消失 加上美国下半年 进入消费旺季 将带动经济复苏 美元指数想再攻高 不是不可能 今年年底之前 我认为说只要是 如果以区间来说的话 大约就会是落在96到105 这中间去做一个区间的波动 那现在因为卡在100块上下 所以现在就是横盘整理 那横盘整理之后 只要没有跌破96 95 这个关键地位的话 基本上我认为说 网上冲看到105的机会 还是相对大的 投资美金持有将会超过 一年以上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建议 你要趁美元下跌的时候 你要逢低距 借一些美元在手上 美元指数每逢跌 两块钱的时候 你就可以分批买进 比如说100是重要的心理关卡 跌破100的话 即将会走落 所以你可以采取99 97 95 这三个价位的话 分三批来买进 升息还会持续多久 局势混沌未明 强势美元一旦告终 持续贬值的非美货币 渴望松口气 但全球热钱 也将流入风险性资产 金融市场面临大洗牌 TV别新闻 陈如环 戴源丽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